大家好,我是老白 就在近日迎来了一个重大的好消息 东盟十国以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15个国家 通过视频会议的形式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简称ASEP 标志着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式达成 这是一份具有跨时代意义具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多边协定 这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看点呢 在中美科技对抗的背景下 对科技行业、对半大理行业 对半大理产业链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我们把复杂的事情摆成明白 虽然ASEP这份协定最初是由东盟十国主导发起的 但是诸多海外媒体指出 这是中国打造的全球最大的自贸区 这确实没办法 东盟十国加上中日韩澳新五国 中国不管是在人口还是GDP都超过了一半 中国人口14亿 东盟十国人口大概是6亿左右 日韩澳新四国人口大概是2.1亿左右 在GDP方面 东盟十国2019年民意GDP总量略高于印度 大概是中国GDP的三分之一不到 日韩澳新四国2019年民意GDP大概是8.50万亿美元 大概是中国的60%左右 简单来说 阿塞浦15国共有人口约36亿 占了全球78亿人口近一半 15国的经济总量约为27亿万美元 占了全球GDP约三分之一 贸易额也约占了全球三分之一 如此大的人口规模 如此大的经济总量 各方面的合作前景是一片光明的 首先我们来看看在里面最重要的解答看点 第一点就是一去一流 去的是哪个国家 众所作之 去的是印度 印度这几个月和我们中国可以说是矛盾不断 但是印度决心退出ASEP 已经是去年2019年10月份的事情了 那么为什么印度会如此难受呢 因为印度一直希望发展自己的高科技产业 特别是实力产业 我之前的节目介绍过 印度的科技产业起步是非常早的 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 班加罗尔的信息技术产业就已经起步了 全球顶尖的软件企业 比如说微软,UBI,西门子,索尼,东芝,菲尼普,摩托罗尔等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在一起就纷纷开始落户了班加罗尔 包括我们的华为在1999年就已经在印度建立了研发中心 但是过去了20年 虽然说印度的班加罗尔已经成为了全球范围内的软件外包基地 但是实际情况是印度的ICT产业空心化非常的严重 比如说半特体制造方面包括材料、机械、制造、测试、封装 没有任何一家拿得出手的企业 又比如说手机行业 小米手机在印度的市场占用率将近了三星的两倍 加上OPPO、Vivo、REMI 中国手机在印度有73%的一个市场占用率 再比如说互联网独角兽 印度30家独角兽企业中 就有18家之前是由中国资本扶植起来的 简单来说 这就是印度两栏的地方 是拥抱几千亿美元的一个多边的大市场 还是采取更为保护主义的政策 我想结果大家都看到了 印度政府短视地选择了关闭未来拥抱大市场的机会 这对于印度科技行业来说是非常可惜的 对于想大规模投资印度市场的中国科技企业 也是相当遗憾的 印度本可以与RCEP15国加速合作 印度需要中国、日本、韩国的资本 来带动科技技术的进步 给印度过剩的劳动力市场创造新的机会 同时各国也可以分享印度大市场 我们要知道在过去10年 中国公司对印度进行了大量的投资 仅在2018年投资就超过了50亿美元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赖意牛 牛的是哪个国家呢 牛的是日本 我们都知道在2002年中日韩三国就提出了三国合作的自贸区的构想 并且开始在三国之间的民间学者之间展开研究和交流 承诺七年之内完成机制的构建和规划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 这件事情由于某国从中作梗以及一系列历史问题 一直被耽搁下来 这次日本的加入可以说是意义非常重大的 我们要知道 虽然日本这几年经济一直有些萎靡不正 但是又不得不说 日本对于亚洲多边贸易共同体来说 又是不可或缺的一角 有了这么一角才能算完整 这个意义不在于日本经济体量有多大 最重要的是那15个点铺开之后 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面 另一方面 有了RCEP 也为今后继续推动中日韩自贸区 有了一个更好的基础 虽然这次是由东盟牵头 但是也等于间接实现了中日韩自贸区的构想 但是我相信在未来 还会继续努力进一步签署 属于中日韩自己的自贸区的协定的 在半道理产业链上 我们不要小看日本和韩国的作用 韩国在低乱 LIDA等制造 包括OLED显示屏 芯片代工等方面 在全球都是属于领先地位的 在半道理设备方面 销售额最高的八个品类 包括曝光设备 干法各式设备 清洗和干燥 经缘检测 PCVD 建设设备 军胶显影和CPM设备 其中 日本占据优势垄断地位的 就有清洗 干燥设备和军胶显影机 三大项 在半道理材料方面 日本也是独树一字 有高纯度浮化氢 光刻胶 浮化巨线胺等独家工艺 我们都知道 日本和韩国在去年双方大大出手 展开了日韩贸易战 日本拿高纯度浮化氢 卡住了韩国人的脖子 而韩国为了反制 则投入了6万亿韩元 大概是人民币353亿元 可以说 现在基本上突破了 高纯度浮化氢的一个量产 我们不需要单方面讨论 日本是不是美国的根屁虫 但是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一点 在绝对利益面前 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难道精明的日本人 会搬起石头来砸自己的脚吗 日本人当然不会这么傻 在向韩国抛出 高纯度浮化氢王炸的时候 其实 他们早就看准了 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 只是 后来没有想到 韩国能够 如此快地解决浮化氢的问题 同时 日本2020年经济 日本内阁8月份的数据显示 同期衰退了负的27.8 制造业也非常的困难 类需也非常的缺乏 日本医疗 养老等社会负担持续加重 经济刺激的政策也效果不佳 简单来说 卡脖子没卡住 刺激经济也没刺激成功 大家都准备抱着大腿取暖了 而日版也最终放下了高二人之尊 加入了ASAP 我们要知道 从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到2010年 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 日版可以说一直是亚洲的引头人 十年过去了 日版加入ASAP 我再次强调 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代表了亚洲各国终于都回到了几千年来 应有的一个位置 对于整个半大级产业 科技产业 科技产业链来说 也是意义重大的 以中国大市场为中心 中日韩三国合力推动 上游中上游的一个竞争力 辐射到其他12国小市场和技术转移 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东盟 首先 这次参加ASAP谈判的东盟国家发展水平是非常悬殊的 以2018年民意人均GDP为例 最高的新加坡为64000美元 而最低的缅甸只有1300美元 呈现了50多倍的一个差距 这个市场可以说是非常复杂 但是又有很大的扩展和想象空间的 就拿印尼来说 人口就有2.8亿人 是世界上第四多的人口国家 以购买力评价计算 也是世界第七大的经济体 我看了一下最近20年来 中国对东盟贸易边际和平均值的变化 其实我们是不应该小看这个市场的 从总类上来说 中国早期对东盟国家的贸易 主要还是以低端制造为主 但是近些年在总类上的变化 明显的有往上的一个发展的态势 比如说 中国各大互联网公司 都纷纷加带对东南亚市场的投入 尤其是东南亚移动互联网APP市场 这个堪称第二个中国市场的区域 无论是下载榜还是销售榜 中国APP都占了绝对的地位 东南亚国家作为中国 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舞台 其庞大的人口红利 以及新兴市场的先天优势 已经成为了众多中国APP出海的第一站 有数据显示 2019年东南亚数字经济规模 已经达到千亿美元左右 其年龄结构也非常的年轻 24岁以下的人口就占在总人口超过40% 35岁以下的人口占在60% 是一个非常年轻而且充满活力的市场 又比如说手机行业 OPPO在东南亚市场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势 大概是20%的份额占在第一位 前五位中除了三星 其他的都是我国国产品牌 然后还有一点不能忽视的 就是东南亚国家 东盟国家的庞大的劳动力市场 随着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步伐的推进 由汗水驱动的中国经济 逐渐进入了以科创驱动的经济模式发展 未来5G所引领的工业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 一些低端的制造业 我们是不需要如此的执着的 我们只需要把握住 世界制造中心的地位的核心产业 一些汗水产业 是可以逐渐下放到这些国家的 另外 其实这些年有大量的来自东南亚的工人来到中国打工 据越南方面的报道 越南偷渡出国打工 这些年出现一个紧喷的态势 其中 75%的非法打工人口流向了中国 这个问题 现在还处于一个灰色地带 一方面 我们需要廉价的劳动力 另一方面 这些工人的权益 也无法得到有效的一个保障 包括 我一直关注的费用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 香港的费用市场 其实是非常成熟的 我们内地 也需要大量的家政服务 这是一个双赢的事情 我们确实 也需要比较规范的 比较正规的 会双语的一个家政的外来人员 同时 我们内地 比如说一些沿海地区的工资标准 其实是不比香港低的 一方面 以能促进我们自身家政服务的规范化 是一个双赢的事情 所以随着RCEP的签署 对于这些大批的外来打工人口 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最后 我来总结一下 在RCEP15国中 中国的产业链是最完整的国家 在高端 我们需要与日韩进一步展开合作 在低端市场 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融合 东南亚部分国家低成本劳动力 当关税降低后 在高端 在低端市场 可能短期来会形成一定的冲击 但是呢 长期来说 这种竞争不一定是坏事 只要市场够活跃 充分的竞争 往往会形成 更加丰富 更加有活力 更加富有创造力的一个大市场 比如说 手机市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好了 今天和大家聊这么多 对于RCEP 对于对科技行业的影响 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收获 我是老白 白北Talk 我们把复杂事情排成明白 如果你喜欢本期的节目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们可以展开更多讨论 最后 记得给我点赞 拜拜